为了喜欢的男生,他可以用花盆砸老师的头,可以和自己几度讨厌厌恶的男生接吻,可以故意摔一脚,被统一道也无所谓。 李香在小学的时候就暗恋正姓了,只是正姓是个很受欢迎的学霸,而他只是个在班级里很不起眼的存在,他不敢和正姓说话,只敢偷偷地看他几眼。 但这天,正姓就主动和他聊天,还要把书借给他看,这让李香受捧热惊。 一旁同样按理正姓的班长看到这一幕后,便非常嫉妒他,为了让他出丑,班长就故意在他的凳子上放了口香糖。 当李香一屁股坐成去了以后,他便连忙带着两个同学过来幸灾乐祸。 李香又羞又恼,不知该如何示好,让他没想到,正姓就过来温柔地帮他给口香糖弄掉了。 为了感谢正姓,李香写了一封感谢信放在了他的桌上,可谁知这信正姓没拿到,反而落在了班长的手里。 放学后,他带人拦住了李香,他撕了李香的信,还警告他以后离正姓远点,因为他李香就没有喜欢正姓的资格。 李香很伤心,他在座位上一边抽气,一边不停地在纸上写着资格两个字,然后还不断地反问自己资格是什么。 第二天,李香一反常态地找到了班长的小跟班,他态度诚恳,弯腰鞠躬向这个女生道歉, 然后趁女生放松防备的时候脸色一变,直接将一块口香糖粘在了女生的头发上。 随后还说,你引以为傲的头发斩一身口香糖了呢,没关系,让我来帮你剪掉吧。 说完,他还真的从身后拿出了一把剪刀,这可把女生给吓坏了。 眼看李香越靠越近,他直接被吓得贪坐在地。 从这起,就没有女生敢和班长玩了,李香也成了女生们防备对象。 没多久,班里决定要办一个周刊,李香成了主编,他提议每周发表一下同学们在这周发生的窮事。 由于女生们对他都很是惧怕,所以他说什么都是什么。 第二天,班长去上厕所,但因为李香事先有安排,所以每个位置都有人了,无奈他就只好来到了楼上, 结果这里还是每个位置都有人,每层街是如此。 班长急了,拼命敲门,但没人回应。 这时,李香突然从门缝里露出了一只眼睛。 这可把班长给吓坏了,直接坐地上尿了。 李香见状,不慌不忙拿出相机按下快门, 然后周刊制作出来后,全班都知道了这件事。 李香来到班长面前,犹犹地说了一句, 这下你也没有喜欢正心的资格了吧。 之后没几天,班长就转学了。 时间一晃李香牛是一名高中生了, 他依然暗恋对正性,正性也依然是学霸, 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。 考试前一天,万年老二真一向他宣战, 说这次考试自己肯定会超过他的。 正性很不屑地说,你还是等超过了再说吧。 成绩出来后,真一还真成了年级第一, 他无情地嘲讽正性,将一直激赡的怨气全都发泄了出来。 正性虽然很不爽,但也只能强忍着怒气。 正式年级主任也过来挖苦正性, 说他怎么学的没有,还是真一比较优秀。 这一切都被李香看住了眼里, 他知道,无非就是真一一直在主人家划钱补习罢了。 他非常气愤,他不能忍受他们如此欺负正性, 于是,他很快就做了一件事。 下午放学时,他给主人匿名写了一封表白信, 将他引刀操场,然后直接一个化碳转下。 是的,为了正性,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 以前如此,现在也是如此。 主人受伤去医院住了两周, 出院后他就算变了一个人,低调不已。 在这个故事里,还有一个人还没解决呢。 对于真一,李香不打算用这招, 毕竟就算把他弄受伤了, 他不还是照样能学习吗? 他要让真一以后再也没法学习, 他要为正性创造夺回第一的学习环境。 体育课上他找到了真一, 说希望在放学后可以帮自己补习补习功课。 眼见真一已然中了他的美年纪, 一项便说, 哥哥那么辛苦地帮我补习, 可我什么都不会,没法教你什么。 要不,我就教你接吻吧, 真一是我唯一会的了。 说完就直接进行了实操演练, 这真一哪能受得了呀, 一次过后还要第二次, 第二次还想第三次, 很快他整天就尽心思着和李香的那点事了, 学习什么的, 早就被他跑到了脑后。 因此下一次考试时, 他直接从第一名变成了最后一名, 而真兴也再次变成了人纪第一。 眼看目的达成, 李香也就不想再和真一演戏了, 因此当真一再次缠着他的时候, 他毫不客气地对了真一吼道, 你的嘴里全是蟑螂的味道, 以后别再靠近我了。 说完并将他推倒在地, 转身大步离开, 受到双重暴击的真一, 在这之后就没去上学。 直到这天, 有点疯癫的他再次来到学校找到了李香, 他说要保李香不习功课, 李香果断地拒绝了。 真一停吧, 直接套出一把刀来, 李香很害怕, 转身向上学楼跑去, 可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脚, 真一追了过来, 他拿起刀, 对着李香就捅了一刀。 就这样, 真一被学校开除了, 这下他是真的彻底没法和正姓争夺年纪低了。 而李香呢, 由于他从小就练过空手道, 所以那刀他实际上是躲开了, 并无大碍。 等等, 你是不是很奇怪, 既然有如此身手, 那为何不还手呢? 那当然是因为他要故意当着大家的面, 被真一统一刀呀。 是的, 为了正姓, 他什么都做得出来。 讨厌的人终于都解决了, 李香和正姓的关系越发情景, 正姓因为家境轻苦, 所以每天的便当基本都是白米饭, 李香进庄, 并每天都会做两份便当给他一份。 看着正姓大快朵银的模样, 李香十分满足其享受, 不过他并不打算表白, 因为他担心到时候两人连朋友都没得做了。 这样美好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, 很快又有麻烦的人冒了出来。 小花和男友分手后, 开始了正姓, 于是并找到李香, 让他以后离正姓远点, 不要以为他对主任和正义做的事就没人知道。 如果李香乖乖听他的话, 他就不把这事告诉别人。 第二天, 小花见李香竟然还给正姓送便当, 便一把将他推到了地上。 正姓正好进来看到了这一幕, 小花见状, 立刻拿起李香的手解释道, 听说他就是用这只手拿花盆杂主任的呢, 我这是为你好, 不想让你再吃这么一双脏手做出来的便当呀。 说完还嫌弃地松开了李香的手, 李香根本不敢直视正姓, 他不想让他知道这真实的自己。 这天放学后, 李香把小花遇到了天台, 然后弯腰鞠躬向他道歉, 并且伸手向他握手言和。 这套路是不是很熟悉? 没错, 李香再次放大招了, 当小花和他握手的那一刻, 他狠狠地用劲捏了一下小花的手。 然后小花就发现, 他的手和李香的手站在一起分不开了。 李香说, 自己已经事先涂上了强力浆, 这小花不是嫌他手脏吗? 那他就让小花怎么也摆脱不掉他这脏手。 说完, 他还准备把他人的脸也站在一起。 小花被吓到了, 他再也不敢靠近李香, 也不敢喜欢中性了。 这之后, 李香的事在学校传开了, 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危险的女生, 对他避之不及, 就连正姓也不愿意听他解释了。 这让李香很难受, 明明他做这些都是为了正姓呀, 可能是想再给李香一个机会吧, 所以正姓便在这一天将他约到了音乐教室。 这次, 李香也不打算再藏着掖着了, 他告诉正姓, 没错, 他都是自己做的, 自己喜欢他, 一直都喜欢他, 但是自己不敢表白, 因为他怕被拒绝后, 就连和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。 接着, 他又说道, 他不想被正姓讨厌, 所以他打算去死, 不过, 他准备先把正姓给解决了, 然后他再去死, 这样一来, 他就可以保证正姓永远也不会讨厌他了。 正姓被吓得直哆嗦, 他被李香逼到了墙角, 然后说道, 其实一直以来, 自己也是喜欢他的, 只是没勇气表白罢了, 因为他害怕表白失败后, 李香会讨厌他。 所以啊, 就算李香今天对他动手, 他也不会反抗的。 李香愣住了, 这正姓果然正常套路出牌啊, 这还没完呢, 没想到这个正姓也是个疯狂之人, 他直接在教室里脱了衣服, 打算对李香做一些不能播放的事。 将正姓打晕了以后, 李香发现, 自己已经不喜欢他了, 在他和自己表白的那刻, 自己就不喜欢他了, 因为他发现, 这并不是他心中的正姓, 他还是喜欢那种一直追求着某个人的感觉。 好吧, 不得不说, 这个想法呀,